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社長佛倫新聞 我是林志明 新聞一開始要跟大家說一件處理的事 現出是在柳頂地形上體型最大的動物 是海阿拉園的南京 不過你這麼想到 他們的祖先竟然只有一間六百百多年了 根據發言十字的報道 五千萬以前 所有海阿拉園的祖先都一名合作印度一的收藏物 他們用四季化在那裡的領帶 我可以看起來像有生命之一的肚子 就問問究經理政法的美国東北 學校做醫科大學 高校的美晟就說 他們提供跟一張名字 其實差不多 台北五千萬以前 印度第一次住在現在 印度跟北京士丹一家 比方式一家吃起火的火雞 生活在除非 為了想賜買麥克羅來 或是空中的動物吃掉 裡面看起來就變成印度生的路線 台北三說 印度第一 為了要減輕 長時間在水利的浪流 它們也在發覺裡面 發現說 有到美股的收藏物質 台北三說 路貝印度第一進櫃後 在合作百貴金 開始在水利生活 不過沒有再質素了 就是發出尖氣來吃肉 從現在算是從四千九百萬年到四千兩百萬年前開始 會變出不同的形態 不同的生活方式 會變成對面金 對面獨金 可以等到油硬 他們的發作就更是海塞 這個新聞大概在四千兩百萬年至三千四百萬年前就消失去了 現代海洋爐爺的祖先這麼開心慢慢出現 而且演法作酒精跟棄金 差不多是很生的不一樣 像說棄金就要吃肉串的 棄金就要用胃聲 靠近他要吃那些東西是在哪裡 這個世界很奇妙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還要很多 這一次的新聞就報告這裡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期待在相會 邀請人們來看